跟著教練下潛後 大家先合力將一大桶的生魚肉 用繩索運送下去 才運到一半 海力的魚群馬上圍過來 眼前壯觀的畫面 讓我整個人是傻了眼 一隻隻美麗的深海魚 就像是真的在和我打招呼 喚醒了我骨子裡的海洋靈魂 終於呢 跟著Brandon把食物桶送到最底部 在船上時他告訴我 餵食鯊魚的動作 畢竟還是有相當的危險性 只有他們受過訓的教練可以進行 我只好推到一旁 就在此時 天啊 鯊魚他 他真的出現了 想要親自下海 向鯊魚Say Hello之前 我們先到北濟島上 唯一的動物園喬喬 因為裡頭的真奇異獸 也會向你Say Hello喔 在北濟啊 不只是海底的生物豐富啊 聽說陸地上也有一些奇珍異獸喔 一起去看看 哇 動物園就在這個樹林裡面 還蠻有Feel的 欸 有人在裡面 Hello Hello What are you doing inside? We feeding the bird Feeding the bird? Can I go inside? Can I go inside? Yeah 進來看一下 啊 我知道了 啊 我認識牠們 I know them Hello Charlie Charlie What do you say? Hello Charlie Hello Charlie Hello Charlie Charlie 這次會講話啊 Hello Charlie Charlie 真的會講話啊 好啦給你 好可愛喔 Hello 這 欸 我沒聽錯吧 原來管理員餵食的不是普通的鳥 而是一隻會說話的鸚鵡 Charlie 牠可是園區的明星動物喔 在長期訓練之下 只要餵食的時候 Charlie就會說著 Hello Charlie Hello Charlie Hello Charlie Charlie 這實在太可愛了吧 欸 不過這會說英文的鸚鵡 不知道說狗語通不通喔 實不相瞞呢 其實我也練鸚鵡話 練了蠻長的一段時間的 我來跟他溝通一下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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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嘛 你幹嘛 我只有說這兩句 你真的聽不懂我講話嗎 小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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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在鸚鵡話裡面 應該還是在罵人吧 好啦 給你吃 小胖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I'm sorry 不講話 I'm sorry 不講話 他生氣了 他生氣了啦 給你給你 想不到這Charlie還挺有個性的嗎 知道我故意逗他 索性耍脾氣不說話了 管理員告訴我 除了這隻鎮圓之寶之外 園區還住著許多北極原生種的動物 我就跟著他四處看看 還有什麼特別的 剛才他叫我帶著這個花 原來就是要找這個小朋友 他們吃這個嗎 對 就給他們 就給他們 他這樣打噴嚏是不是 他在做什麼 他在看著他的反省 他在生氣 你小心喔 我知道 蜥蜴開始做伏地挺身的時候 表示他已經生氣了 唉唷唉唷 好兇喔 他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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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體整個讓自己鼓得很大這樣子有沒有 因為他看到另外一隻了 我說的就是你啦 因為你的這個鏡頭裡面會反射出來 他的那個 他以為是另外一隻 你看現在在這樣子的一個野外環境 這裡不是籠子喔 不是籠子 他蜥蜴就趴在這旁邊的樹上 台灣的蘇蜥也都是這樣 他們會在樹上做很明顯 所以這位是男子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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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看到他的 女的 他看著他的 好 好 他看見他的 他看見他的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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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生氣 因為雞蛋的關係 因為鏡頭的關係 你對一點 你不對著牠就還好 小姐這個花生給你 他們都不喝 不錯啦 在這個很天然的環境裡面 他們把這個動物園蓋在一個非常自然的環境裡 就是這個樹林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鳥類在這邊 發生他們的叫聲 走在這個步道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種當地的植物 然後還有這個 在路旁跟你打招呼的小朋友 這個園區裡的小動物真的很熱情 不只是會說話的鸚鵡 連蜥蜴都會隨時出現和你say hello 只是看完了這些可愛的動物 我發現斐吉的路上生物其實還蠻普通的 怎麼說得像是珍奇異獸呢 管理員要我別急 接著要帶我去看的就是斐吉唯一的原生種 別的地方看不到喔 喔 剛剛其實看到不少的鳥類還有蜥蜴對不對 接下來還有 喔 Snake Snake 有蛇耶 但這是蛇看起來 是蟒蛇嗎 進去看 Sa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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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o Safe You brought on my leg 嘿嘿嘿 大家都看這個 是蟹蛇 是蟹蛇不是嗎 但是這匹蟹 Name 是 pa much stocks 對 為什麼 Venice 呃 ps und 西瓜 Baby Chicken You hold it in your hand 關注這隻蟲 這一隻蟒蛇 全世界 以這種的蛇類來說 全世界只有在飛機有 有類似的在其他國家 像是這一種的 我其實也沒看過這個 一樣的蟒蛇 只有在飛機才有 被世界第一等寵壞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覺得這一隻 怎麼能稱得上是蟒蛇呢 論體型 長度 重量 我們隨便拍過的蟒蛇都在牠之上 但是你知道嗎 在18世紀時 英國人從印度引進一種叫做 Mongoose 貓幼的動物來到飛機 這種動物專門吃蛇 本來是想讓島上的蛇能少一點 不料到後來貓幼越來越多 竟然把飛機路上的蛇給吃光了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品種 是飛機僅存的鹿蛇之一 全培記也只有這裡才有 難怪當地人把牠當成稀有動物般看待 只是這隻蛇老大似乎因為陌生人在場 所以不吃東西 我看我們還是先和牠培養一下感情好了 我可以在這邊找到這樣子 對牠們來講 已經算是很大隻的一隻飛機的蛇 飛機馬 好重 OK 好重 好重 我看不死 完全沒有摸蛇 為什麼你不餓呢 你不餓嗎 嗨 查理 你好 查理 我是查理 我是查理 雖然沒有驚險刺激的場面 但是抱著蟒蛇我還是有點小緊張 畢竟牠可是飛機僅有的品種 有個什麼閃失那還得了 而且重點是 我也不想不咬啊 和遠距動物們近距離接觸後 讓我更認識飛機孝島的原生物種和生態 果真是和我想像的不太一樣 接著 就是今天的終極任務 深海未殺 我早就過不期待 想和海底的鯊魚見賞了面 哈囉 嗨 早安 我是阿布 早安 我是Brandon 嗨 嗨 嗨 歡迎 嗨 嗨 讓我來和大家解釋一下 在斐基想要潛水很簡單 但是如果想要與鯊魚共母 必須潛水到三十名以下的深海 可不是人人都可以的 出發前製作單位已經通知我 必須具備潛水執照 才可以和當地專業教練一同下潛 而我本人呢 剛好就有啦 所以這次特別讓我來完成這個任務 這不僅是工作上的突破 也是一個最自我的挑戰 嘿 好了 簽好了名字還有日期了 這大概就是 這個切結書啦 或是生死狀 沒有 當然啦就是要承擔一些風險 OK 然後啊我剛剛看了一下這邊 不好我的天啊 我剛剛啊 原本 還以為他只是拍 就是看一看嬌鯊而已 結果不是 是大白鯊 我的天啊 這隻鯊魚可以一口把它吞掉了耶 我現在看它這個畫面很像看到那個 有個動畫片叫鯊魚黑幫有沒有 裡面的那個 勞伯迪尼洛配音的那個黑幫寶大 真的要去潛水看它喔 你看這個人在旁邊 在那邊 這麼小耶 不知道會不會真的遇到這樣的大白鯊耶 好緊張喔 現在才開始緊張起來了 呃 希望可以遇到 但是 希望它不要攻擊我 好不好 看到這些鯊魚的照片 本來興奮的心情瞬間變成了緊張 甚至 有一點害怕耶 光是用想像的 在海裡遇到這些鯊魚 不嚇出心臟病才怪 而且還要進行徒手未殺 沒有任何籠子隔開 天啊 我真的不能保證 如果真的看到鯊魚 我能鎮定的向牠們say hello嗎 先別晃 先別晃 還是跟著專業籍的Brandon 做事前的準備要緊 好了 要裝備的時間了 哇 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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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尺寸合不合 OK OK 你覺得很棒嗎 很棒嗎 很棒 很棒 聽我一下防彈衣 應該可以了 先尺寸 OK 哇 把合身的裝備選好 也都一一試穿過後 接著就要乘坐專業的未殺船出海囉 看看船上的設備 氣瓶、挖鞋、貨目鏡 每一樣東西都要仔細檢查過 接著就是直接往前點給它開過去 OK OK Brandon 這是我們要開始這裡 OK OK 現在浪很大 天氣沒有很好 很大 所以 什麼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我們做了一些調整 這就是我們會給魚魚 OK 哇 神娃的頭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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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尺長的大鯊魚 小隻小隻的 你看 你都來了 我的天啊 YES 來喔 站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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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們看看這些飢餓的小魚啊 哇 撐走了啦 我現在手應該不能伸下去吧 哈哈 現在手伸下去應該就遭殃了 對 OK 我看到了 不是很清楚 因為牠在比較深的地方 那個身形很明顯 那個身形很明顯 是比較大隻的鯊魚 大概我剛剛這樣光看就一米多以上 哇 等一下會有專門的攝影師 牠陪我們下去 老外牠拿著攝影師 然後呢 好吧 就看畫面吧 看看我怎麼跟鯊魚一起游泳 準備了 準備了 準備器材 OK 準備出發了 會鯊魚 然後呢 然後呢 我資格 感覺之間 跟著教練下潛後 大家先合力將一大桶的生魚肉 用繩索運送下去 才運到一半 海力的魚群馬上圍過來 眼前壯觀的畫面 讓我整個人是傻了眼 一隻隻美麗的深海魚 就像是真的在和我打招呼 喚醒了我骨子裡的海洋靈魂 終於呢 跟著Brandon把食物桶送到最底部 在船上時他告訴我 餵食鯊魚的動作 畢竟還是有相當的危險性 只有他們受過訓的教練可以進行 我只好退到一旁 就在此時 天啊 鯊魚他... 他真出現了 你看那鯊魚有多大吃嗎 從我旁邊游過去 我呼吸真的有三米多吃 好大吃哦 救命啊 好大吃哦,你知道 而且我摸到鯊魚 看畫面 有另外一種鯊魚很乖 他有好多種鯊魚 然後有一種 他就乖乖停在那邊 然後可以去摸他的頭這樣 摸他的背 從第一隻鯊魚在我眼前出現開始 我就知道 接下來的所有畫面 都將會是我死生最難忘的 更別說我現在竟然可以用雙手撫摸牠們 這些趴在海底想吃食物的鯊魚們 比想像中還要可愛太多了 雖然在海底不能說話 但我的心中真的是在和牠們說 hello 興奮之餘 教練準備要把魚塊拿出來餵食 而且必須用手拿著一塊一塊 引誘才不會發生真實的危險狀況 也就是說接下來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要更小心才行 來了來了 當教練把魚塊拿在手上晃動時 鯊魚老大瞬間朝魚塊游了過來 張開嘴巴一口吃了下去 觀眾朋友啊 你知道在這鏡頭裡 我和鯊魚的距離不到一公尺耶 餵食的震撼感覺活生生的在我眼前上演 啊等等危險哦 有一隻鯊魚差點朝手上沒有食物的教練攻擊 幸好教練反應快即時躲過 那隻鯊魚又再游回來來完成餵食工作 這一幕也讓我知道 為什麼牠們一直說餵殺具有相當的危險性 真的是太驚險了 算算時間 第一回合的氣瓶也用的差不多了 先上船去休息一下吧 回來了 好大隻哦 救命啊 而且剛才在下面水流其實很強 我每個人都一直被衝走 牠有好多種鯊魚 然後有一種牠就乖乖停在那邊 然後可以去摸牠的頭這樣 摸牠的背 另外一種就是電影裡面那種大白鯊 超大的那種 那好可怕 油過我旁邊的時候會嚇死 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好 你看 讓我坐一下 我在下面 會浪沖的 會浪沖的 暈得還衰 我的未殺初體驗到現在為止 還是充滿許多的不可思議 根據統計 全球每年約有一億隻的鯊魚遭到虎殺 有三分之一的鯊魚品種 有面臨滅絕的危機 而斐激的潛水未殺活動 除了讓人親身體驗與鯊共遊 見證徒手未殺的震撼外 更重要的是讓人喜歡上鯊魚 我真的必須說 當你在心中和牠們say hello的時候 怎麼可能還忍心傷害呢 好了 準備要第二次下水了 聽說這一次可以看到更多鯊魚 因為剛剛已經其實看到好幾種 好像有四種的鯊魚 不一樣 大小都不一樣 接下來 他說可能還會有更多次 所以下去看看吧 好 OK 準備一下 既然是第二次下潛 我的狀態也比第一次來得更能適應 而且我們潛得更深 看到的魚群更多 Brennan告訴我 這裡出沒的鯊魚 有可能會更兇猛哦 大家準備打開另一項食物要餵食 天啊 現在這個時候 我不只是正面背面 四周到處都圍滿了鯊魚啊 看到沒有 跟著教練旁邊 親眼看著鯊魚 一口咬進食物的畫面 真的是一種大自然的利於美 雖然我不能親自餵食 有些遺憾 但是能像這樣 幾乎零距離接近鯊魚 已經讓我十分滿足 而且這些海裡的鯊魚 對我們攝影機的鏡頭 好像很感興趣哦 這鯊魚撞鏡頭的樣子 也笨得太可愛了吧 這些自然的互動 真是太令我瘋狂了 最興奮的是 我們不是在水浮館 也不是在籠子中 而是身處在斐济深海底 和野生鯊魚們進行交流 捕捉此生最難得的鏡頭 我只能說這一切都太美妙了 剛才第一次下去還沒這麼嗨 第二次我找了個好位置 然後我們潛水師餵鯊魚 它就在我的右手邊 感覺有一些鯊魚其實很溫馴的 然後就是剛我在 我在那邊爬蹭 然後就開始游到我下面 然後我還順便摸牠兩把 有這種鯊魚 然後當然也有比較兇不能摸的 可以這樣子這麼近距離 看著鯊魚的感覺 真的是又驚喜又奇妙 OK 剛才啊 有一個小禮物 有沒有 可以撿到好多個 就當作這次行程的小禮物吧 鯊魚的牙齒 漂亮 漂亮 回去做成項鍊好了 超棒的收穫 Brandon 對 我問你 你知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想像 那些人可以 遇到鯊魚 用你的手 通常我們看見 在 國際上的網絡網絡 他們都在牙齒 對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你能… 那就是我們想要做 我們想要告訴別人 那些人是聰明的 他們不是很激烈的 他們可以看到那些食物 如果我們沒有食物 他們不只會來吃吃 我這樣子體驗過一次 就是親眼看著 你知道跟這些鯊魚 近距離這樣接觸 我發現 其實他們其實 是很溫馴的啦 只是他們真的 有食物充足的情況下 他根本對人類是沒有傷害的 你看就靠這麼近 就像我現在跟攝影機的距離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我面前這樣晃啊晃 或者是從我旗下經過 我覺得 頓時我對鯊魚完全改觀 然後他們非常的非常的可愛 好棒的一趟旅程 走遍世界 我常常在想 人的一生當中 到底能夠看盡多少風景 又能為曾經動心的大自然 做些什麼 投身飛機海 我重新記起那些被遺忘的定律 當你懂得珍惜海平面下的美麗 就更能在海平面上得到滿足 僅僅隔著海平線 人類的渺小還是無所遁形 就讓我們努力為這個地球做些什麼吧 不要忘了這個夏天才要開始 下次繼續跟著我發掘南洋島國的美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次的抽獎 送好禮活動喔